男人观察四周没人后 便招呼一个女人走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画面 大贤在想我到底输在了哪里 自己谈了三年的女友 也只是拉手吃饭 这时大贤的手机铃声 打断了这美好的画面 大贤急忙道歉 我们不要太厉害了 我们不要太厉害了 说完两人干大地逃离了现场 回去的路上星星接到总部的电话 因为业绩拿了第一 公司要给她颁奖 本想拒绝的星星听到有奖品要拿 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她如约来到总部 刚上电梯就碰到了眼珠 两人四目相对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 看似风平浪静的两人 却暗藏着波涛胸 领奖台上星星穿上冠军制服 由赵理事为她颁发奖品 奖品是两张昂贵的歌剧门票 星星看着手里的门票 照理事说当然 我跟颜珠还一起去看了首演 这让星星想到大贤妈曾告诉她 大贤特意买了歌剧的门票 和颜珠看首演 结果颜珠以工作忙给拒绝了 原来就在几天前 大贤得知颜珠喜欢的歌剧 要开始表演 便特意花高价 买了两张首演的门票 颜珠回到公司 给大贤打去电话 说自己那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 实在臭不开身 大贤虽然失望 但嘴上却说没关系 一定准备下去嘛 哎 但没事吧 结果颜珠却跟赵理事一起去看了首演 星星猜到了是颜珠欺骗了大贤 他找到颜珠揭露了他绿茶的嘴里 他问颜珠是不是为了和赵理事看首演 所以就放了大贤的鸽子 颜珠解释是有原因的 但是好像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吧 说完就要转身离开 星星再次叫住了他 他承认自己是喜欢大贤 当时你说只要我退出 你们之间就没有问题 为了不让你们吵架我辞掉了工作 但现在看来你们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 颜珠回想起大贤对自己好的话题 每次自己需要他事总能及时出现 颜珠有些后悔了 他想挽回这段即将破裂的感情 当他来到大贤家门口 刚想得大贤家门口 刚想得大贤打电话题 却碰到了大贤妈 大贤妈一眼便认出了这是儿子的女朋友 还不断夸赞颜珠既漂亮又温柔 接着便邀请他进屋 怕女友误会 大贤想要带颜珠出去聊 这时星星却刚好回来 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看到眼前的一幕 颜珠生气的从大贤家走了出来 拦了一辆出租车便离开了 根本不给大贤解释的机会 出租车上的颜珠并没有回家 而是让司机掉了个头 他找来赵理士喝起了蒙黑糖 赵理士察觉到了颜珠的不开心 于是主动安慰握住了她的手 而颜珠也没有选择反抗 此时空气中全是暧昧的味道